我在情人节吃到的第一口狗粮居然是来自于刚才 去那个来得快买土豆的时候 居然吃到了今天的第一口狗粮 太甜了 我终于明白我最终于明白为什么重庆叫贵都了 好甜 对 就是两个男孩子 知道吗 是 我说我要买一份土豆 然后他就在那里 那一个那个男的应该是老板吧 在那里炸土豆呢 炸土豆 然后旁边他的小男友就说 你先给我 然后那另外一个很宠溢的说 哎 表边切都给你弄更多了 我在旁边像一条狗 我像一条狗 对 这就是他们撒给我的狗粮来得快 羡慎慕我 羡慕我 我绝对不像兄弟 不是 不是我浮眼看人机哈 是真的 那个兄弟和情侣间的那个不一样 那个气场不一样 是真的 这兄弟绝对不可能在那里 双手扒着他的肩膀 然后头探出来说这个是我的 这份多的是我的 然后他叫他一边去之后 他就 他就很 就哼 就很那种傲娇的哼 然后就走出来 走到那个店的外面蹲着 基本懂吗 你们不懂 基本懂什么 你们也没有 虽然我也没有啊 但是我看得多 我看了很多 给你们看看我们沿途的风光